前阿姐羅林一前年開了十六席慶祝她的生日 本來應該開開心心的 但一到訪問的時候她就說有罪 剛才在接我小孩的時候發生了一件事 就是我前夫在我和我爭兒子 她怎樣替你打發 禁止你 其實剛才我是叫工人去的 因為其實我半路中途我想去 但是我不敢去 因為我不想發生吵架的事件 所以一直是用電話跟我工人 跟我兒子和律師聯絡 羅林還說她經常都收到一些恐嚇的訊息 當中的內容令到她非常之不安 類恐嚇性的說話 也有類似說 看你在娛樂圈紅得多久 接下來和任何位男士出街也好 其實和她已經完全沒有關係 所以她也不能說我是通姦 因為我已經搞好手續了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生日會 她應該說一些開心的事 當日其中一位有份出席的嘉賓 鄭明明 她也是剛剛結婚的劉曉慶的好朋友 一說到劉曉慶的老公 她就讚口不絕了 她真的很好人 性格也好、脾氣也好 而且很明白她 她要做拍戲或者做話劇 她都很支持 她也好 她也好 她也好